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前一天两小时的主题演讲后 今天在汉媒体进行一个半小时的问答 不过场内不能录影不能录音 和台积电相关的部分黄仁勋表示 回答和台积电有着最紧密的关系 他说回答在做的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而台积电能做的非常非常的好 有南韩记者就问黄仁勋 会不会觉得回答和台积电的关系太紧密 黄仁勋直接说完全不会 甚至表示应该更紧密 另外在美中的科技竞争 和美国政府出口管制的相关议题 黄仁勋表示回答只需要做好两件事 一个是了解政策遵守法律 另一个就是尽一切可能加强供应链韧性 他说全世界的供应链是很复杂的 他有信心各国目标并不是敌对的 而世界末日的情况不太可能会发生 至于昨天宣布的最新晶片 会不会有专门未符合出口禁令的中国版呢 黄仁勋表示现阶段只有昨天宣布的B100 B200和GB200 强调不管回答卖什么到中国 都必须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禁令 所以关于中国版的Blackwell晶片这部分还要再做考虑 另外昨天公布新版晶片时 黄仁勋也没有提到价格 稍早他接受CNBC专访说 回答耗资100亿美元发展Blackwell架构 估计新的晶片一个大约3万到4万美元 不过他在和记者问答时有特别澄清 他说回答并不是单卖这些晶片 而是卖整个系统 所以价格将会依据最新晶片所提供的价值 而有所不同 黄仁勋强调回答不再只是设计晶片 而是为AI打造整个数据中心 所以价格自然不是像传统 一个一个晶片这样子的卖 回答的市场机会也不在GPU 而是在数据中心 去年数据中心的市场规模超过2500亿美元 估计每年成长20%到25% TVB新闻嘉辉美国盛可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